好,各位好 我是Steve 目前在台湾河上班 負責的是十二月的理念 業績這樣一大 我們在成績系大概18年 然後我有一個讀書會教會能力 目前我的事業大概是 五萬一千人 一萬一千人 大概經歷一年多 我今天想和各位分享就是 反腐歸真的閱讀感動 那為什麼想和各位分享這個主題 這是我之前在台湾河很小 但是我要談十二分鐘 那我看到這部電影 那一年我們追得很厲害 我今天也不可以談的也好 我們談那一年我們最客氣 這是我的過去的生活 你看到1999用ICQ 各位經歷過嗎? 那時候我大事的時候 當電腦小小小 我就交個小朋友 我只能用ICQ 跟他在美國的這個同學 月亮同學 可是呢 ICQ的MSN到Yahoo 有經過Yahoo 有經過Yahoo是年代嗎? Yahoo那時候是什麼? 打開就什麼? 安安嘛對不對 安安 早安 Yahoo起模的那件事 我都經歷過 OK 後來呢 到世代 到Line 到現在 那包含 你以前什麼? 公共電話 然後BB Call 我第一次看到BB Call是什麼 因為我選擇 我常常說通過天道朋友 那BB Call那時候什麼? 東南西北中阿蘭 東方泰北 台南西湖 對不對 中型的二年代 然後來到什麼? 大學 我在玩BBS 台大爺風情啊 這些東西 然後後來就是我 退伍的第一個手機 Nokia 然後多虎大 可是我想想看 你覺得通訓科技有讓我們生活更美好嗎? 其實我們當時都覺得他會更美好 但是你們發現 他讓我們做的空白時間幾乎沒有 各位發現嗎? 所以我們發現很有趣喔 就是 手機、網路、互聯網 互聯網還有機器人 但是機器人呢 可能剛知道Paper是不會來做的 所以我們也在談這些東西 可是老實講 我雖然是科技人 因為我們並不適合來談這些東西 就是說 他的剩下跟討論 那你發現 我們覺得 透過歪讀病 我們跟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變成一個考試 真是這樣子嗎? 所以呢 我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這些東西呢 他改變了 人與人之間的考試 那 我舉個例子 我記得我小時候啊 回董蘭的時候啊 大概家屬吃飯就是這樣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 現在的吃飯是不是有點像這樣 我舉例子 你跟同學吃飯是些 當你們開始 不知道要講什麼時候 大家都拿起手機滑滑滑滑 有點尷尬 不知道要講什麼 那以前的這種問題 沒有啦 對不對 那再來就是 我之前喔 過年的時候 就是跟我上我娘 還有這個我女兒示範 旁邊的家庭 爸爸媽媽 女兒 兩個半小時 要講半句話 全部都要花生氣 那這是日本的狀況 因為日本已經開始燒食話 我們講狗 他們來養機器人 這是真的 這是你們想要過的生活嗎 所以 我在想說 現在可能呢 可能大部分都是屬於的 數位 人生族群 那我是很典型的數位 我今年 41歲 20年要玩物 20年要玩物 所以我很知道 線上跟線下的真實生活是什麼 所以我想要創造一個新的環境就是 可不可以改變這件事情 再來可能大家都知道 台灣都已經在閱讀了 那你覺得還有競爭力跟人規嗎 你知道去年啊 金四糖倒了十幾家 成品純書店幾乎都倒 那再來 每一周台灣只唸2.76小時 出版一個摔跪在短短的五年 再來是103年 38.20% 所以 所以呢 我想要跟各位來個新興階段轉 這是我在為你們多講的更粗 要留一段時間給自己 我想啊 我真的已經厭惡 被科技能資訊連環的生活 我覺得應該有更不一樣的什麼方式 去創造任務之間 媒體連結的方式 跟資訊傳遇的方式 你以為FB就真相嗎 因為它是被演算法 跟同分成 所以你看到東西其實 都是你想看的 但是真的是真相嗎 可能都不是真相 我們看到所有的資訊都是片段的 破碎的 但是你以為那就是事情 我舉例子 一天看新聞 一天都殺來殺去的 你覺得那就是台灣 那不是台灣 可是可能大家看到媒體就說 台灣就是這樣怎樣 這是我們想去改編的一件事情 好 所以我想做的就是 怎麼去聰明科技 找媒體為了知識 恩人情威 各位學位可以翻譯了 朱平先生的那本書 他去談這件事情 就是說搞不好以後 看這個資本書 是屬於比較特異的人 但是那是一種lifestyle 一種生活態度 好 所以我的念頭就是 略讀就是一種生活態度 我們希望知識 透過分享 透過連結 可以創造正向的改變 我們不先看改變世界 我希望先創造就是 所謂的 一個person的 positive thinking 去改變自己 所以我以為是 快樂教練自己 OK 那再來就是 我的理念就是 We for you We for action We for change 那就選擇個我 所以 任何姿勢 如果你沒有去做出行動 就不能創造改變 先從你自己去改變 因為你改變之後 你會去再去改變你愛的人 或者是你身邊的關注的人 如果你是一個公司主管 你可能去改變就是一個故事 或是一個公司 最後 你就會點整個線 公司裡面 創造一個正向無限的改變 所以呢 為你的圖是這樣的 你可以看到 其實在大陸都有所謂的月底電視 對吧 有人會看童書嗎 你大陸沒小朋友嗎 唉 錯喔 對 童書可能也是不一樣 那有人會看歷史嗎 會看文人傳嗎 還有會看文人傳話嗎 你可以看到 在這裡面說有哪些事你不看 但是我們在一個下午 三個說書人 用他的生命故事 去詮釋三個不同的東西 你在短短的一個下午 你就可以學到三種姿勢 這是很棒 因為每人都有他的生命故事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爸到現在 已經 要邁入第四、九場 他也分享了非常多 你可能不知道 看他是帶子 他會分享藏術 你分享過 你分享過 我分享過 霧陽少年請問自立 然後最近分享 專屬的力量 他有分享過梅克 梅克 你可以想像他有分享梅克 對 這很有趣 所以呢 我舉例子 我曾經分享過 我修了死亡學會 大家都知道 你拍一副先生 但是呢 你知道他的內心有多脆弱嗎 如果你去看那本書才知道 原來每個人都穿上盒腳 你看到的他 其實不是真的他 所以他是有講到一句話 人生的競技場 不一定要用鐵人的方式參賽 因為 從小都是 電狀態大 在U上 所以大家一開始用鐵人競賽方式 競賽的年生 所有人 在學生時代 競賽的同一個考卷 出了社會 大家在競爭一個position 人與人之間 我們不是同事 人與人之間 只懂得競爭 不懂得合作 是吧 那在這樣的東西呢 他其實最後而來生 因為這無形的壓力 壓不上他 最後他連他自己攻擊 那我舉例子 這就是為什麼我分享 因為我就是寫明的一個例子 我在三年前 曾經面臨死亡 暴送世紀攻擊 我那時候面望想到的是 我能看女人幾天是幾天 我那時候也開始去思考 這就是我要人生嗎 對 在台灣人很棒 在面會很棒 大家都知道我 但是這是我要人生嗎 因為我有一樣的人生故事 雖然我不是李開幕 但是我也可以去學習這本書 李開幕不可能聽他演講 我當然沒有像李開幕這種味道 但是我有其他製造故事 我可以用自己生命故事 學這些本書 讓得到這個 可能一個靈感 可以改變她的一生 這是我想的作 雙五相對說 人人都是縫書 這次之前我跟靖佳琪先生 我們在城stag 撤起來了一個月 我跟城珠講說 為什麼縫書一定要用明人 為什麼一定要用所教 如果我要幫閱讀天天是一個權力運動 就是最關鍵的就是 我們可以講素人 只要這個說素人跟這個素人有情感的聯繫 他就可以來分享我們做到了 而且還上去做雜誌 而且還想到他更新的很好 然後呢 我們去講天天 一樣 但是我們發現 其實有很多人沒有權力透過閱讀文件跟他自己 包含閱讀障礙 私隱障礙 跟入食而同 我舉的意思嗎 這是我們之前幫這個學習障礙行為的家長 還有小朋友 上上禮拜我們就請假 跟我的為很多團隊的夥伴一起去講 因為他們 因為是學習障礙 他們被丟到資源辦 你們看到資源辦公司嗎 對 所以他們已經被傳統的老師 家長放棄 所以他們已經失去跟社會的影響 他們連基本的英特務都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上次去講到這些小朋友怎麼去英特務 就這麼簡單 對他稀疏平常 但是對他們來說是很困難的 我們透過輸入去改變家長 重新去看 省事外面價值觀 是不是你小朋友一樣 我們也告訴小朋友說 你怎麼看也不重要 重點是你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對吧 你觀看也是學習障礙 賈博士也是啊 但是他們今天也是非常 very people very person 來 所以呢 我們創立這個平台 目前已經辦超過一百場 你可以看到我們 比如說這個 微笑面對的困境 這個老闆呢 他是一個更生人 他也跟他一生 沒有人幫助他 我們透過這個平台 我們讓更多弱勢團體可以就位 讓更多人知道我們故事 這就是我們為本人在做的 所以最後才會有分享就是 如果各位有機會 一起就位這個平台 來讓我們說出了參與的說明活動 我希望通過的東西 用閱讀 讓賽的資源 重新被分配 重點 或什麼線 或什麼面 讓台灣這塊土地更好 我是為本人的Steve 謝謝 好 謝謝你們今天來掌聲鼓勵一下